我是赞主李渔秀 今天热什么 已经不能说是悠转了 而是转了好几圈的东铁计划 今天终于有定案了 首相办公室今天发出一纸声明 说大马铁路公司跟中国交通建设达成共识 东铁计划要复工了 那首相马哈迪之前就说 东铁计划一定要减低成本 那到底是砍了多少钱才能复工呢 答案是215亿令吉 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这个东铁计划原本成本是655亿令吉 砍了215亿令吉 来到了440亿令吉 人还在北京的敦达英泽召开了记者会表示 目前东铁计划会以双轨来建造 那每公里的成本从9800万砍到了6800万 全长688公里会缩短40公里 其中车站就删除了这个额迈车站 好了省下这么多钱 首相署的文告也很兴奋的表示 终于能够减轻国家的负担 那怎么说是减轻国家的负担呢 先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东铁计划是前朝政府推出的 原本估价是550亿的成本 但是没想到西蒙政府上台过后 成本涨到了881令吉 其中还不包括延伸出来的一些利息啦 贷款啦等等的 所以现在终于砍到价也复工了 那就确保最后不要又再悠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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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